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 虽然今天还是北美的周末 但是有一个重磅新闻震惊了全世界 尤其是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比较关心的人士 今天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重磅文章 他的主题是中国如何针对新疆的穆斯林 展开大规模的拘禁和洗脑行动 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前 可以说关于新疆的再教育营问题 存在着一个罗生门 因为西方通过大量的人证物证 特别是近千分百计从新疆逃出来的 这些维吾尔族人 他们得到的一些信息是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强制的洗脑营 中方则把他们这种努力 升成为为了给这些维吾尔族人增加就业技巧 进行一些技术培训 当然他们也不否认这其中有去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内容 但这个程度有多大 范围有多广 涉及到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是怎么开展的 这之前大家都是各自一词 那今天纽约时报的这篇重磅文章给了我们非常全面的客观的一些信息 让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里我们首先向出色的纽约时报表示祝贺 我们同时多说一句 我们衷心的希望 华语媒体里面也能出现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 让我们在世界文明的阶梯上向上挪一格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本身 它很长还分为主文章和这个指标题的一些文章 能介绍不同的侧面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 我想无非是这样几个 第一那就是全面 这里边引用了一个词也是来自新疆的文件 这里面说到叫应收尽收 就是只要是有极端思想的 不管职业性别年龄 这里面说的很清楚 只要是用极端思想苗头的 可能年龄越大 它中毒越深 那一概应该给它收进去 非常全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虽然这个文件里面并没有提到 这些年到底收押了多少人 但是从用这句话的凶狠程度 看来外界盛传的100万 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应该是不止100万 另外一个关键词 除了全面以外 就是强制 强制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文件里面表达的也很清楚 就是加入到这些培训班里的 维族的学员 思想如果没有彻底的改变 如果不能达标 达不到考核目标 他们是不能回家的 这个是一个强制 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还有一个就是秘密 外界都不知道这些人关到了哪里 甚至是他们的家人 那么这篇文章它之所以有趣 也是切中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 那就是外地这些青年 尤其是维族青年 不管是读书的还是乌工的 他回乡以后 他总要面对回家以后找不到人了 自己的家人不见了 这样一个现实 怎么来对付他们 这是官方出的一个 刚领性的 也具指导性的一个文件 告诉他们这些学生回来了怎么说 所以他的真实性针对性 那是无与伦比的 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 家人去哪里 学生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笼统的说 去了政府建立的一些培训营 这些培训营在哪里 你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知道的 不光是国内的这些维族的孩子们 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国际媒体 中方在这些年 自从培训营这个事情 浮出水面以后 是竭尽全力 予以否认 或者同时 他们也予以混淆视听 就强调这是个职业培训营 那么另外一个关键词呢 那就是威胁 我们看到 在这个问答形式的指示里面 有一个不加掩饰的威胁 返乡的学生们和其他的青年们 会被告知 他们回到新疆以后的行为 可能会缩短或者延长 家人被拘禁的时间 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想你会支持他们 这是为了他们好 而且还建议 用这本指南 跟青年人对话的官员说 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那这不是明显的危险吗 就是你胆敢把回家以后 见不到父母兄弟姊妹的这个消息透露出去 他们只会关的时间更长 那么下一个关键词 我想应该叫极端 说极端呢 不只是针对进入这些培训营的维族人 他甚至针对自己的干部 这个干部的名字在这篇文章里面 也公开的予以披露了 那就是这个人名字叫王永志 他被中共派到了南疆的刹车县 担任主要干部 他一开始的表现还是非常配合的 他甚至也自己也讲过一些非常过头的话 比如说一定要全面坚决的去清除掉这些所谓的极端势力 他甚至使用了斩草除根这样的词 但他跟别的干部还是不一样 就他不是那种极端的 不顾及当地文化和宗教实际的那种干部 他允许乌尔族人自己回到家里读克兰经 他甚至鼓励来跟他一起工作的汉族干部 也要读一读克兰经 这样才能有利于克兰工作 那么在这些事情上 他就难以让中共别的干部难以 我的判断从这篇文章看来 他仅仅描述的是 他被中共以各种理由 比如说贪污腐化 这些理由给抓起来 其中也隐藏了一个理由 那就是执行中央对新疆的政策不坚决 有犹豫 但这个肯定才是主要原因 那么在别的方面 王永志和其他人还不一样 就是在他的治下 他走遍了整个的 他的这个缩管的地区 他也发现很多东西 可能不至于这么极端 也不应该这么极端 于是他就悄悄释放了 拘建营里面关押的七千多人 大家说一样 这仅仅是一个线 这一个线 他放掉了就有七千多人 你说新疆有多少个线 平均下来有100万人 恐怕丝毫不为过 那这个挑衅行为 北京认为是不可容忍的 就是你私自放人 于是他就被拘留 被夺得了权利 并受到起诉 那么王永志在自己的认罪书里面也写道 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里面 打折扣 做选择 搞变通 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 增加抵触情绪 那实际上我们都会看到任何和文化宗教相关的这些冲突里面 他确实是你越人为制造矛盾 你越猛力的打压 抵触情绪就越多 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新疆曾经发生的这个七五事件 当时 新疆维族人 也是拿起砍刀在新疆 某个货车站 大肆砍杀 死伤几十人 那么军警也干掉了几十人 那么在这之前就有一个 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动作 就是要大规模的引进汉族干部来南疆定居 当然当时的背景是 维族在南疆人口已经占了90% 在新疆总人口里面不到一半 习近平亲自制定了 让更多汉族人来南疆定居的这样一个长期目标 那么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以后 很短的时间 就发生了七五事件 就我刚才说到了 这个很知名的这个爆口事件 37人死亡 那安全部队里面呢 就击毙了59名袭击者 刚才说的37是指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 死掉的这些公务人员 那么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情况里 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斗争形势里面 实际上像王永志这种官员 他应该是中共的一个宝 就是说他有一些变通 当然他也会为当地的整体的情况考虑 否则的话吃不了 要兜着走也是他嘛 但是这种略微做出一些变通 这样的一些官员也不被中共所认可 反而要予以打击判刑 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到这个极端这个词 这个关键词的一个由来 就他不光对这些收尽了培训营的这些营员 比较极端 他更是对自己的干部队里面执行不力 或者说不够左的这些官员 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 那么如果我们再讲一个关键词的话 那就是洗脑 洗脑针对所有的人都要洗脑 对国际媒体他们就反反复复的说 这是职业培训营 你们说的完全是污蔑 什么集中营完全是污蔑 那对待这些学生 就是回家以后找不到自己父母的 外地回来的学生 他们的用词是 你们要感谢共产党带走了他们 让他们清除掉这些极端思想 而且我们给他的待遇还不错 每天吃喝的标准比他在家里还要高 同时他们把这些维吾尔族的营员 弄到中营以后 那更是洗脑 因为什么呢 首先肯定是不准接触任何宗教内容 就是肯定的了 否则的话 这个王永志也不会下台 还有重要的一条 就是他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他取而代之的是心情思想 这一点我们甚至在中方允许的 或者说亲自策划的 BBC去南疆采访的一个视频里就看得很清楚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讲过 大家去YouTube上搜也很容易看到 即使在这样一个他刻意安排的采访里面 我们也能够看出上课 那个教室里挂的是习主席的像 讲的也就是习主席的讲话 赞美也要赞美习主席 这就是完全的要通过高密度短时间 大强度的这种集中洗脑 让他们在心里把这个东西给他拧过来 但请问你在培训营里给他讲的这些东西 难道就不是极端思想吗 一个正常的人他经过这段时间以后 他到底是会变得更极端 还是变得像他们所希望的更温和 这恐怕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科学问题 而不是你主观想象 或者动用这个强力打压 所能达到的一个目标 当然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 秉承了他们一贯的这个优良传统 他并不是一边倒 他也提到在文件 这里边具体的言辞显示 当有些干部向习近平建议 就是干脆我们在南疆就禁掉这个伊斯兰 就得了禁掉这种宗教 习予以了回绝 他说这种想法思路是非常错误的 可见他相信的东西是洗脑 而不是彻底根除 因为这个代价恐怕是无法完成的 代价也是特别高的 那么这个整个文件的披露 据纽约时报讲是针对习本人 这也是国内和党内的反习势力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 发出的一个最强的反击 因为他的证据很详实 因为只是听说是不够的 也不足以让纽约时报这种报纸 做出这么大篇幅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至少在事实上不会有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的媒体 在做这种重大的敏感话题 这些报道的时候 他都有一组人 两组人吧 一组叫fast checking 就是确保事实 包括时间地点 这些细节都不会有出入 那都是有很多专业 做事实核实的公司和专家都会介入 那还有一批人 实际上就是律师 我们在很多的美剧里 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涉及到这种敏感话题 律师和fact checking 就是事实的核实的专业人员 那都是很多的 像这篇文章 肯定也经过了这些程序 至少在事实上和法律上 没有什么漏洞 他才够发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对习近平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还要看后面那些发展 我的质感是 不会造成颠覆性的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曾经涉及其本人的那些报道 别的媒体也出来过 像纽约时报 彭博都报道过 像什么巴拿马文件 这些都报道过 但又能怎么样呢 只要防火墙建的足够高 足够结实 国内的群众他不知道 或者国内的群众有个别人知道 他也会自动的洗脑 他就觉得 当官的不都这样吗 这个中国老百姓在这一点上 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那就是千方百计的自己作为韭菜 为镰刀变户 为镰刀着想 这个是举世无双的本事 所以我不觉得这篇文章 对习本人会造成什么颠覆性的影响 但是他对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 特别是要推进的一带一路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 都是穆斯林国家 这个穆斯林家 这个特点 那就是同志 同气 这个共同进退的事情是很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报道 在全世界爆炸了以后 这可以说是从国际一流媒体 第一次用这么长篇幅的重磅报道 坐实了这个洗脑集中营的这个存在 而且把具体的手法都描述了出来 而且还是用了一些文件 那就是有文字证据 这个中方反驳起来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那这一点我们要看看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尤其是中亚这些国家 近几天会不会有新的动作 即使为了经济发展的原因 他们不会名言 但是在这些国家 有很多其实是一些帮派林立 政治派系 请压十分严重的这些地方 他们的反对派也会抓住这些 这个文章的内容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会给一带一路带来很多难以预测的影响 当然都是些负面的 这是肯定的了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针对习近平本人的一个平衡 除了他反对在新疆彻底清除伊斯兰这种宗教以外 他还提到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下重手 加强了力度在新疆 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 发生在欧洲的 尤其是像英国 法国的这些恐怖袭击 有很多确实是斯林恐怖分子 这个集中主义分子干的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是 这恰恰说明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他不但是不对的 而且结出了这种恶果 那就是让恐怖主义蔓延 说到这一点 我们还不得不做一些更客观平衡的分析 那就是西方 尤其是欧洲这些大量接收 这个中东战乱难民的这些国家 他确实并没有处理好 如何让这些新进来的难民 尤其是那些有伊斯兰信仰的这些难民 如何更快的和当地主流社会融入 这一点他们做的并不好 这可能也是和西方社会这种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有关 因为这个他们来到这个社会以后 如果他们自己不想办法 社会上其他的一些组织和个人 想办法的机会或者手段都非常有限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仍然接受着原来的一些极端思潮的影响 或者说甚至有部分人 还是从原来的这个恐怖主义盛情的这些地区 跟原来的这些组织或者个人 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又加上新的移民到一个新的地域以后 他可能面临的种种生活语言上的困难 甚至一些歧视 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都反而让他们强化了跟原来的这种极端思潮的这种关联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再加上一些特定的氛围环境和主题 导致某些人就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径 对西方主流的这个民主价值以及社会架构 也造成了极大冲击和影响 这一点我们都在媒体上看的很多了 但是这个问题的归根结底 是这些难民过来以后 并没有很好的能够融入社会 特别是一些比较一些宽容理性平和的这些理念 并没有到他们心里面 这里面要做的是西方加强对这方面的一些投入影响 特别是一些其他的机构进行一些民间的民间对民间一些交流 让这部分人尽快的摆脱掉他能够产生暴力的这种倾向 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新疆处理的方式 恰恰是学到了他们的这个事情的教训是坏处 并没有拿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一个经验 那你把它集中起来 用这种强迫的方式 他难道不心生反感吗 这在哪个国家发生过 我们只能想象出就是在上个四季三十年代的德国 他针对犹太人做了这些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你把它关起来以后 你以另外一种极端思想来取代 你们认为的原来的极端思想 那这个东西和他脑子里原来的这种东西 它是格格不入 是水果不相容 甚至很容易激发这些人心里的这些 这些仇视情绪 所以他们出来以后变更极端了 还是不极端 这个我们都不清楚 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调查报告 另外一个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问题还不一样 在西方 它是因为中东的战乱 引起了大量难民 连根拔起 仓促之间流亡到了欧洲 但中国不是 新疆已经在中国版图内很长时间了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对平和稳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针对自己国土上的这些老百姓 采用这种措施 那自然也引起更大范围内的反感 因为新疆 它毕竟以维族人为主 你这种明显的用政策性的 比如说大量迁入的汉族群众 汉族干部 那是很容易引起普遍性的这种反抗和反感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国和西方 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点 另外在这个操作的手法上 其实就像正在发生的香港问题一样 这些普通的群众出现的那种暴力形象或者暴力行为 西方更多的把它看成一种心理疏导的一个需要 那就是派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专业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中方喜欢在这个问题上 那就是马上把对方形容为十恶不赦的魔鬼 而事实上人和人都是差不多的 这应该是常识 这也有生物学的依据作为之常 那么他为什么平常没有这种极端思想和行为的人 突然在你的眼里变得有了 或者说他真的有这种动作了 那么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它确实是个心理学问题 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共的干部 我认为很多人不是道德问题 只是个心理问题 他就是变态 在长期的这种体制化的这种灌输当中 他们认为只要是上级交给我的 做起来就没问题 于是他就把很多很恶劣的东西 就带到了日常工作里面 但不以为耻反应为荣 说到这里 我还不得不就新疆和香港做一个对比 因为就在这几天 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 他也发布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也被各方面转载 大家也因此担心香港的新疆化 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看 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甚至有一定的依据 我们看他的用词 他说我们现在要的是香港的全面回归 这种回归应该包括教育主权的回归 司法主权的回归 文化主权的回归 新闻舆论主权的回归 我们应该让香港的法官是爱国的中国法官 我们应该让香港讲台上站着的是爱国的中国教师 我们应该让香港的文化传播者 作家艺术家都是爱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们应该让香港的新闻媒体掌握在一批爱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手中 我读完这一段 大家仔细想想 他不就是北京正在新疆做的吗 那就是洗脑吧 那就是强制嘛 那就是不这么做就会有代价吧 充满了赤裸裸的恫吓和威胁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香港的前景很不乐观 但是香港毕竟不是新疆 他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都市里面 除非他有把香港真的变成中国内地的三流甚至四流城市的这种决心和打算 否则他运作起来是很难的 首先香港大家都知道是有这么多的国际媒体 信息是畅通的 你这么做 他带来的国际上的影响和对和国际相关的一些经贸政策上的潜在的威胁 那是非常大的 那比如说就是美国 昨天蓬佩奥已经说了嘛 那个我们不派出任何选项 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可能依法动全身 跟你核心的利益造成核心的打击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看明日报也就是全切都没说 但是他们肯定会让各方面做动作 至于这里面更是考验他们这个智商和操作能力的时候了 新疆让他弄成了这样 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 那么在香港看他们通过什么手法来实现自己这样一个洗脑的目的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说实话 我本人应该说是接触国际媒体和各方面的人士是非常多的 但我一开始也是对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 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因为我没有看到真正特别客观的靠谱的声音 那么今天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从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 至少是更新了我的一些看法吧 同时我对以前听到的一些传言也感觉到有点不寒而栗 比如说以前有些人说在中营里 为了将来能够真的斩草除根的彻底解决到这些问题 他们的为族的妇女被强制或者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一些药物 那么这些药物服用以后他出来就生不出孩子来了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减少所谓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措施之一呢 当然直到今天我想起来也是觉得这有点太极端 但是我们永远要事实第一立场第二 那就是我们看一看现在媒体披露出来的 他们在新疆做了这种强制的这种培训和洗脑 我们再想一想 他针对自己的汉族妇女 当年为了所谓的计划生育流产 死掉了多少孩子 害了多少妇女 那么他们为什么就不可能在新疆做类似的事情呢 而且这个对他们看来可能更人道 那就吃吃颗药你就也不用将来流产了 这不是更直接更人道的一个做法了 所以这种情况 现在看来是真实的可能性在增加 那么由于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还看不到中方对这个问题的正式反应 但我想在周一也就是北美时间的明天晚上 周日晚上 在外交部的发布会上 外媒会重点问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看 不管是华春姑还是谁谁谁 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详实的 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报道 甚至有文件支持的 当然我想这个时间新疆的情职部门会非常紧张 因为有文件泄露了 这个恐怕也是他们的工作的失误 有人会受到处理 外交部会一如既往的予以否认 但是只给结论也不给证据 另外我们看一下香港的局势 这两天也有新的进展 那就是解放军终于出动了 当然表现的是军民雨水情 那一铺戏马上街夹击轻路障 这个东西没有经过香港特区政府的同意 也没有经过他们的请求 他们就出来了 按照这个陶杰老师的说法 我非常佩服他 因为我跟他的判断是一样的 但他总结的非常精妙 你看在那个视频里 带着战士出来扫垃圾的这位部队的司令 说我们的形象 你们听一听香港市民的掌声就知道了 那意思就是你看香港市民 对我们出来捡垃圾都很欢迎吧 实际上这个戏马里面还缺一个 就更有说服力 而且更具有大陆特色 那就是来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哭哭啼啼 然后开始对这帮黑衣人哭闹 说你们看你们这帮人真是没良心 你看我们解放军多好 你们都对香港这样了 他们还出来扫垃圾 并没有对你们采取措施 是吧 多好啊 你们还不知足 还不赶紧滚回家去 怎么怎么样 大陆的戏马通常都是这样 在电影院里 大礼堂里面上面有人讲话 阴谋做报告 底下拍个四十岁的妇女 抹眼泪 然后抹完以后 在大厅里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哭哭啼啼 稀里糊涂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拨人 我们期待着 不出所料的话 这张台肯定会按这个路子 再拍一通 这个军营里的战士 特别是香港的战士 我们相信 他们受到的洗脑 不完全要超过 在新疆集中营里的那些 维吾尔族人 他们对外界的了解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或者是只有一个渠道 那就是中央想让他们听到的声音 所以如果他们在香港动手 或者说被动了手 就是黑衣人来打他们了 他们也会做到 起码前三十分钟吧 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很厚 那这种情况引起的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这个愤怒 是可以想象的 这样的话 他就对整个频报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舆论 和公众感情的这样一个基础 目前看到这个样子呢 确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做的 很显然是这样的 如果对这一点很有怀疑的话 那这个只有两个可能 那不是脑子坏了 那就是良心坏了 好 这就是这一期 周末我们给大家加班做的 世界的中国 欢迎您在YouTube里面搜索 这个节目的姊妹篇 叫平定天下 平是评论的平 定是确定的定 平定天下 谢谢您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